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集呢 介绍的是2021年的Active 根本就跟Focus一样 有时候在路上我分不太出来 我上次去在拍卖场 我就看那个拍卖 欸 怎么有一台那么新的 跑那么少的Focus ST-Line 哇 赶快下飙 飙到最后 车运来公司 欸 奇怪 这好像不是Focus 我们小胖跟我说 老板你买到这次Active 远远的只看照片 你真的看不出来 据说有一些重点要注意嘛 轮轮嘛 防刮材质嘛 对不对 要注意嘛 我一个不注意 疯狂计标就GG了 讲到这个我觉得福特取名字很奇怪 它叫Active 对不对 它以前有一个车款叫Activa 福特Tierra Activa 然后以前有一个嘉年华叫Festiva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叫做Fiesta 差一点点 反正它那个取名字 都这种的你知道吗 很容易搞混 这个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有认真去看它的英文字 我也以为是Activa 结果后来我认真看才发现是Active 我们现场在的是899的 韧性版嘛 它两个版本嘛 有钱就是韧性嘛 所以韧性是比较贵的嘛 另外一个是耗洞版 没有钱的要耗洞一点赚钱嘛 就这样记最清楚 839差6万 那这高等级的 其实差这6万 我觉得差蛮多东西的 包括这个 它有这个光条 阳村版的就没有 反正你看喔 这个侧面就是 我之前讲过了嘛 Yaris什么 KROS Carola KROS SX4 KROS 有没有 反正车身加高 加个轮毂防滑材质的KROS 就又是一个车型 可是啊 它的这个车的底盘啊 就比Focus多了大概4公分左右 因为它这个高度很讨厌 为什么会认错你知道吗 因为它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它4公分其实肉眼 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你虽然看它 看起来不是很高对不对 可是其实它的离地高度啊 还比Carola KROS高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 Carola KROS看起来比较高 因为它车高比较高 对 因为它的车厢比较高 然后它这个 如果是这个 899,000等级的 韧性版的 铝春会是18寸的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 浩动版就17寸的铝圈 来我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太平尺寸 21550 18 双色切削 这边有一个Active的一个治标 它还有那个摸门啊 iKey好像也是899才有的 然后后照镜上面呢 除了方向灯以外呢 还有侧侧的盲点 侦测系统 然后这车顶性以下 也是没烤漆的 也是有点类似防刮材质 这个就比较丑熟一点了 一般你至少黑烤漆 或者是银色的嘛 可是它没有 它是整支都是 等同防刮材质的材料做的哦 看起来就比较有廉价的感觉了 那屁股的那个 大面积的防刮材质 所以其实认这个 防刮材质应该就认得出来 Active 还是这个 XT-Line 但我真的觉得 把车这样加高到底什么意义啊 真的有差这4公分吗 人家说这个一滴遮三丑 你没有弄低就算 你要把它弄高 然后弄得要高不高 要低不低的 到底意义在哪里 我是不太了解啦 还是 有没有人买Active回来 然后再绕CUSION降低的 有没有 线上留言区 如果你自己是这种人 还是你的朋友这样做 可不可以留言 让我们笑一下 我好想知道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吗 那你说不买XT-Line就好了 他喜欢防刮材质啊 他喜欢防刮材质 对对对 那你买ST-Line贴防刮材质就好了 贴轮壶啊 现在都有在卖啊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疑问点啊 知道有遇到的观众朋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真的觉得吼 我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啊 什么车子有什么配备 哪一台车有几个安全器呢 哪一台车 有没有ABS有没有防划 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 你知道现在近几年的 我真的 我有时候都要问阿呆他们 上面22年4 还有上面新的 22.25年4 22.5 22.75 黑道袋上面一数 我以前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小改款 第二次小改款 第三次小改款 大改款就这样了 好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装啦好不好 我内装有一些 差异性啦 看一下它门板 它如果是 我讲那么清楚干什么 它不是新的 我还跟你说 韧性版899才有软子门板 839的没有哦 我去讲这个有意义吗 好吧 我简单讲嘛 反正就多B&O嘛 B&O是这个10个喇叭 加后面一个重低音 那你如果是这个便宜的版本 就只有6颗喇叭 普通的喇叭 再来一个22.75多一个数位仪表板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 22年4 没有75 所以我们没有数位仪表 我们是指针的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 它没有平板方向盘 它都是圆的 对啊 买ST加高就好了 不然你要买ATIV 你就买STLINE 然后加高4公分 去阿晴那边加高就好了 就没有防刮材质啊 防刮材质美吗 你知道防刮材质的作用是什么 就让你刮 你去哪里会刮 它是一些跳石 实质路 小规模小碎石 跳上来 可以防止打到你的车侧 或者是呢 你进入一些地带 旁边有什么芒草 树枝 防止下面的这个 矮矮的小草 去刮你的车漆 请问一下阿呆 你买了这个 你就会去跳石 然后跳石就刚刚好 打在防刮材质上 都不会超过 你想想看哦 草既然能磨到这边 请问它能不能磨到这边 可以啊 好那防刮材质要干嘛 搞不好有我们不知道的用途 会不会 我们观众会留言嘛 期待你的答案 帮我解惑一下 拜托大家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 它这一代的Focus 挂Active 隔音会好 你看第一个 它这个胶条 除了外面这一层 它这里有做一个L型的折进来 有没有 然后第二层这里有一层 好你再看哦 好到这边 再来下面 有没有 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叶子板是塞满的 黑色的 那应该是保力龙板 然后呢 你来看这个交接 这里有一条以外 它这一个 延伸到这里面 它这个隔音 绝对会比一般车好 非常多 啊对 有电动椅 这比较贵的有电动椅 6万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我在想 怎么会有人买83的 除了83折价很大 然后它的椅子啊中间是那种像牛仔布之类的 对椅子啊 然后旁边周围就是塑胶皮 安全气囊也蛮多颗的 蛮多颗是几颗 6颗 6颗安全气囊 哦对 免钥匙骑动也是比较贵的哦 我们这一台跑9000公里 然后再来一个 你如果是比较高等级的 就会有抬头显示器 还有双驱恒温我记得 哦看我跟妳讲 系到什么化妆灯 八九万是哪 83万的 穷到连化妆灯都不给 然后一样这个梗涂最爱用的 旋转的这个排档 旋转式的排档 而且诶 这架里面也有气氛灯诶 我去POSE算这个要加钱诶 几十万诶 无线充电也是 八九万才有 八九万就会付的 差六万都会买这个 诶这个就是六万有感 诶你知道我常去孤车遇到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要怀疑 阿提斯啊 一台是不是大概六七十万 差不多 你知道那外夭是吗 那选配啊 可以管金庄载金庄 双金庄四金庄加上去以后 一台阿提斯可以买到近百万 Sienta也是 每次那个客人啊 问我说 诶小师哥你好 我有一台几年的Sienta 我想要买 我说好 新车等级规格给我 我帮你估价 我们当初新车大概买 九十七万多 我看你 你敢信 那有什么东西高选 可以选的 那才有座啊 冷光门槛啊 有事没事 车没事 有没有 之类的 我今天不知道要算 客人也没有骗我们 我最近故意他阿提斯也是 他新车定价74万多 买到快九十万 选配表 人家真的拿出来 但他没有骗我们 他没有灌水 灌水的是卖他的人 不是啊 以前客 来来来来 看小师长知识 你老师跟我说 我有开发会 以前 有的客人会灌水嘛 他说你新车多少 我新车买很贵的啦 我新车买八十五万 我说没有啊 你这车哪有八十五万 有没有 他没有 他是连税金啊 连他的保险啊 连半排费都灌进去 他买八十五万 他一定讲高一点嘛 因为你要跟他估价 他讲高一点 看你会估高一点嘛 可是一台百万阿提斯 一台百万西安塔 可是人家选配单拿出来 真的就选那么多 我感觉很陌的 所以这个 奉劝消费者们 你有时候 买车还是要注意 以前卖车是这样嘛 你跟他订车 对不对 你贷款 我们也有得抽 你保险 我们也有得抽 你选配 我们更有得抽 很简单嘛 比如说 假设冷关门槛 四个成本可能一千多块阿 写在DM里面 四值 六千八百八 要不要 先把你灌满 稍微砍一点给你 你就哇 好爽 感觉我买到九十几万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只花了八十九万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好像折价很多 好不好 所以买车 还是尽量用空车架下去 喊价钱是最好的 要不然你 你这样一直叠起来 再砍价 他的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 灌越多 我跟你讲他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大 好不好 不要被迷惑了 好了继续看 我说到这起到要死 共车十万间 这个按键全满 灯车 Level 2 然后这个一定是要四项的啦 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很不错啦 后面还有这个 有没有 看它组装有点 你看我在推这个的时候啊 整个天花板都在动 有没有看到 你用力一点啦 你还可以让这个灯的灯壳去撞屋顶 你听喔 这个下面应该要做一个 它里面应该要做一个框 有没有 顶住 那你按就不会这样整个动了 对不对 观感不佳 可以再进步啦 好不好 我们不是一尿 这真的是质感的问题 我相信 它应该不缺一个这个框吧 空间我觉得很足够啦 诶 看一下后车厢 空间好像360公升吧 我记得 但是因为好像有小一点吧 因为这里有专业的重低音 有没有 这个有小一点 领级的空间小了一点点 诶 啊这什么 这什么 哦 我知道 这换灯泡的啦 维修孔啦 有没有 换尾灯的 对啊 维修孔 换灯泡的 诶 好了 出去试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试什么 好啦 试开看看 反正我有开过STI 可是Active好像第一次 好像进过一次 卖掉了 好啦 出发 Go FRODO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AVIA MOBILE周辺机器的 TOP BLAND OK 出发 哇 你看 诶 刚刚叹叹叹叹 一关起来就没了 有没有 刚刚安定的 有没有 你听外面 那边在施工啊 嗯 有没有 好 关起来 182匹马力 24.5公斤的扭力 哇 它这避震器 它底盘真的是做得还不错 它这个底盘 真的是我有史以来 拍过福特的 Focus车系最好的 有支撑性 它会弹跳 它不是不会弹跳 但是它的弹跳的 软硬控制的 非常的得意 对 上次阿吉 你跟阿吉拍 我那凯迪亚克 他不是有说吗 小师阿伯 对啊 那一集有没有 其实车子加高 是不是对于 避震器底盘的调性 整个就不一样了 对 它是这样讲的 但是你实际做 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吗 你说那一天吗 凯迪亚克嘛 比较不会那么的弹跳 它反而坑洞处理的 比Focus来的舒适 Focus的比较硬 比较硬朗一点 然后它是那种很Q的那种 很像你改过避震器的那种弹跳 然后这个如果只是照原本的棒数加高 还真的就变得比较 没有这么的硬碰硬的感觉 Focus比较接近硬碰硬的感觉 但我只是形容啦 因为其实还是是Q的 不过那个底盘的那个 反馈的声音变大了 轰轰的 有没有 它是不是有更大的空间 让它产生音场 我觉得Focus其实已经在算 在这个 它这个level里面 已经算是一台 CP值很高 然后开起来已经是 国产车里面算 已经比较接近欧洲车的感受 接近而已 就是让你有一种 类似于开欧洲车的感受 整个车体的刚性 底盘的那个协调性 硬朗的程度 开起来已经很接近欧洲车 所以我以前其实常说一件事情 你如果是多年开福特的人 其实你的下一台车 你只剩两条路 一个就是往进口车走 一个就是再买福特 我觉得啦 因为你去试其他的车 对于隔音底盘 操控油门反馈的整个感觉 有时候你会不太能接受 但是也有一种例子就是 它虽然是换进口车 可是它换日系的进口车 为什么 因为它休帕 我也遇过这样的人 他就是下一台车 他就 我要换日系的进口车 我再也不要再买这款车 也是有这样子的客人 我觉得 我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ATIV的底盘 我说跟FOCUS 跟FOCUS比 对跟FOCUS FOCUS比较有竞技感一点 这跟车应该不用试了吧 这很多人试了 跟车还不错啊 好不好 全部绿灯全开 车到至终 我们去追杀前面那台车 看它跟车怎么样 快一点看它去追前面那台货车的 那个刹车的感觉 看好柔软喔 比我自己踩还柔软 你有觉得它踩刹车吗 没有对不对 没有 它刚好加速也没有很猛 然后缓缓的加速到 我要跟着这台车前面 它自己缓缓的就减速了 而且你感受不太到任何刹车的感觉 你如果那马自打 我跟你讲 我刚刚这样设有没有 它油门是踩紧绷的 像要追杀前面那台车 这样 就冲过去 然后到快撞到的时候 它就 紧急煞车 然后就跟 然后就 你知道这个感觉 很快的冲去 很快的急煞 然后就 拎去 然后才乖乖的跟 你知道 很恐怖 上次我试耐挖弓的 就是这样 很恐怖 不错 好 下交道道 这车真的可以开得很顺 它其实只有在1500转左右 要衔接的时候会有一个磁式感而已 转速不够 不过可能可以借由开 换那个驾驶模式应该是可以改变的 等一下可以来试一下 Focus的Sport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上次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听不太懂 我在叙述 马自达Sport的那个意思 你知道吗 但你有没有发现留言有人是误解 有啊 我有看到 他说你定速60 当然是60 当然定速60是60 可是Sport的特性 有的是真的说 你按下去之后呢 你整个油门的加速反应跟力道 完全是全部往上提升 那有的没有 有的Sport按下去呢 你还是没有提升 但是它会借由控制你的档位 来让你有那个感觉 马自达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所以当然我知道60 我定速60就是60 但是呢 有的开Sport之后呢 力道会不一样 你踩这样子的油门的程度呢 本来以前呢 是这样冲 那你开了Sport的 一样的油门 它就咻 这样冲 他这样解释 干会不会 他还是听不懂 我来看一下这模式 现在是什么 S吗 现在是标准 标准Standar 我以为S4是 Super Sport 像这台就有了 这台跟马自达的不一样 我刚刚维持一个定速 然后我切到Sport以后 它就冲出去了 我的油门的 我的脚的那个 深度是没有变的 开度是一样的 对 我刚选进Sport的车冲出去 但我脚不是踩深 都没有 而且它不是借由 档位往下跳的冲出去 它是借由Sport 把你的油门力道加深冲出去 所以它这个Sport就不太一样 跟马自达就不太一样 方向盘它的力道 转弯的这个反馈感 路感都非常的明确 它的这个重量是 蛮符合我的那个喜好 然后刹车满力的 不错 不过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 是它的出弯之后 3000转都会有一个 不是很舒服的加速 它有一个冲一下 对 它有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加速 我油门是没有变的 它这个刚好在这个档位的衔接 好像 对啦会啦 你不能让它的转速掉下来 你如果让它转速掉下来 你就会很明显的 在出弯的时候 感受到它的 波轮磁质 然后有一种冲出去的那种感觉 那可能会造成 做得很比较不舒服 所以啊 你如果 你可能要利用你的 快拨键去控制 像现在这样 我出弯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延迟感 它如果 那个拨片做得有点小 买贴片 买贴片加大是不是 你也可以粘两根竹筷子 对不对 包覆性不太好 椅子身体会晃 不过OK啦 我们这是跨界休旅车嘛 所以椅子包覆性还OK 好 巡机性也很棒 好啦 这个价钱算便宜还贵啊 899嘛 新车算还不错吧 还不错是怎样 还不错贵 还不错平平的 没有特别贵 我是觉得 蛮符合它的价钱的啦 毕竟现在东西都越来越贵 但是在消费的立场 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可是你要比起其他 它的竞品有什么 CX30 其他三点应该不能打吧 CX 这比起CX的话 这个自己选 我是选这个啦 不是我是直接买Focus就好了 我买这个干嘛 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啦 也许像我讲的 就是可能我认为 它的舒适性是有提升的 对于坑洞的处理 没有的那么直接 硬凤硬的直接弹跳 因为车子比较低 像SD-Line的Focus 它真的车子稍微比较低 然后它遇到弹跳的反应 是比较大一点 这是我的感觉 那因为车子加高之后 有一个离地高度 那它对于一些路面 你在路面上遇到的一些冷孔盖 坑洞的处理 减速坡之类的东西 它的弹跳反应 是朝舒适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 真的还是有差 你如果花这样的钱 在空间上面 在配备上面 安全性上面 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好不好推荐 啊对 中古车价钱对不对 新车是89万9千 我们在2022年 我们现在还是在2022年 我们现在拍摄的时间 上片的时间超过了啦 我们2022年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算一年车嘛 跑9千公里 那我们这个竞价 我记得是多少 差新车20万左右吧 90万减20 大概70万左右 所以呢这个车 我们进价就是 新车的定价减掉20万 那我们会依照新车的产能 跟它的折价来做调整 如果说它有促销 都便宜很多 有没有 那我们当然 我们就会随着 他们新车的那个 有没有做活动 他们的折扣 然后去做调整 好不好 那目前我们收的时候 是差20万 那我们卖出 我记得我们卖什么 我不可能卖80几吧 新的也才89而已 那我应该是卖个七七七七十几万 看看他妈的 是不是黑店 我应该不会卖80几吧 80几卖不掉吧 我也觉得卖不掉 欸我们真的卖80几 黑店 你卖80多少 818 818更新这套8万 那谁要买 降价 影片出来降价 没什么好讲的 其实我忘记我买多少钱 好降价 没有第二句话 马上发现到公司这个 有bug 对不对 定价太贵 对啊 我怎么会发疑吧 在想什么 会不会是因为买太贵啊 搞不好因为买太贵 我等一下回去查一下好了 我实在是 我也是忘记了 好啦 ATIVE今天试车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留言 非常开心 下周见 欸下周是不是过年了 还没 拜拜 新年快乐 1 2 1 1 2 2 2 1 2 3 聚保Online 紅兔大展迎賓市 萬事如一好運